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潘 专业做白酒团购和批发 感谢朋友们观看本期的视频 这期视频和大家讲一讲吊油台酒 我现在在面前这一款是吊油台的一个方华酒 吊油台方华酒 吊油台酒啊 它是贵州茅台镇吊油台国宾酒业 有限公司出品 吊油台国宾酒业是隶属于我们北京吊油台国宾馆的一个国宾馆旗下的一个产业 从1999年投入生产以后一直到现在口碑非常的不错 这一款呢是吊油台的方华酒 这一款是方华酒 上市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吊油台也是在赤水河沿岸茅台镇的核心产区一个酒厂 它这个品牌在贵州茅台镇非常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但是呢酒厂非常的低调非常的低调的一个品牌 我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吊油台方华酒 这款方华酒是53度的降线型白酒 吊油台也是专门做大曲降线型白酒的一个酒厂 方华酒的来源这个名字的起源 可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北京的朋友 吊油台国宾馆当中有一个方华员 那个方华员是专门接待贵宾的一个院子 这一款吊油台的方华就是因此而得名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这个包装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美非常的华丽感觉是非常的有贵气 导刺非常的高的一款这包装 一看包装就感觉导刺非常的高 看一下这一次钓鱼台 乾隆玉笔钓鱼台当年那个乾隆提了字 而且这个包装上用的是一个皇家的上面有龙的图案 龙的图形和那个皇上皇帝当时那个龙袍一样的感觉 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精美非常的漂亮 我打开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包装包括里面 可以看一下里面 这个里面的包装也非常的华丽 金光串串的 它包括它的外盒 看一下它的瓶身 它那个其实它那个外箱的包装也是这种包装的 一箱是六瓶的也是这种包装 都是包括它的手提袋 它是一瓶一个手提袋 都是这样的包装 你看它的瓶子 非常的漂亮 包括它的 看 非常的精美 非常的漂亮的一块 钓鱼台的产品 它这边一个蝙蝠 倒着的蝙蝠 这边两个铜钱 玉叶 这个玉叶也非常的 非常的好 玉叶是祥瑞 玉叶的赐福 招财赐福 一个玉叶 这个瓶身的玉叶也非常的 非常的好 这环酒啊 不管是招待啊 还是送礼 都是非常的高端的一款产品 钓鱼台的品牌 它的那个旗下的产品 都是主打中高端 还有那个超高端的 一个系列 所以它那个酒制也非常好 现在我们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 给大家品鉴一下 它香气非常的好 酒馅也非常的漂亮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挂壁啊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油脂感 有点泪珠感 油脂感的感觉 这个挂壁非常的好 它这个香气啊 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优雅 有稍微一点果香和花香 因为我这个 对境也是不断地在学习 不断地在学习品酒 这些知识 虽然还不是很专专业 但是也不断地学习 跟那个 平时跟酒友 跟我们的朋友 都非常 都经常交流 学习一下这个体会 我觉得这个 通过交流学习啊 确实能提升 自己不少 这款酒啊 入口非常的纯厚 入口非常的纯厚 它中断呢 中断的时候 那个尾劲偏甜 有点甜的感觉 就是回甘非常快 然后它这个 沉香 后段的时候 沉香感觉 比较舒适的一种感觉 沉香比较舒适 它这个酒体啊 非常的协调 没有那种 其他的那种杂味 非常的协调 钓鱼台这个 从建厂到现在 一直秉承着 它自己的建厂风格 和原则 一直坚持做着品质 所以 它这个酒制啊 是非常稳定的 一款产品 不管从高端啊 还是低端啊 它这款酒制啊 钓鱼台的酒制 都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 比较稳定的一个品牌吧 没有说 今天我喝了这一款酒 感觉 不错 明天我又喝 又喝了这一款酒 可能不是一个批色了 感觉那个味道 不如以前了 这个钓鱼台的产品 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所以它酒制非常的稳定 也非常的受大家的 那个亲爱 不管是品牌知名度 还是它的酒体啊 都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你看一下啊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的一款酒 这款钓鱼台方华呢 它也是大驱昆沙 大驱昆沙工业的一款 加成熊白酒 也用的是本地的红柚子糯米糕粮 酿到了一款 用酒勾酒的方式 就是用老酒勾新酒这种方式 它这个是用了五年的 五年以上的鸡酒 然后做了一个勾条 五年以上的鸡酒 它这款酒具有酱香浓郁 酒体醇厚绵软 口感醇厚 刚才我们也尝了 确实非常的尘厚 回味悠长 空杯流氧吃酒的特别 所以钓一台这个酒 一直都是我们国民馆 用了招待外宾的一款 一个品牌 肯定用这个 肯定不会用差的 不会用不好的 所以啊 非常的受中外 中外贵宾的欢迎的一款酒 最近的钓鱼 最近的酱香市场 从这里面以来啊 发展的非常的迅速 各个品牌 都大力的扩张 去产量 扩张产量 去那个做市场 做营销 但是呢 钓一台这个品牌 一直秉承着自己的原则 没有盲目的去扩张 没有那个 去大肆的去宣传 去做市场 一直秉承着自己的风格 一直秉承着自己的理念 去经营这个产品 随着市场认知度啊 靠着那个 鹏 酒肉的那个口碑啊 一点点提升上去 所以啊 它这个酒啊 酒体非常的稳定 非常的好 我觉得 这钓一台这个 方华这个酒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 因为这款酒啊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在线上看见过 它这个零售的价格 一般都是在1188的零售的价格 但是呢 但是呢 团购和批发肯定要便宜很多 现在这个批发团购的价格 应该不到400 不到400 所以呢 以钓鱼台这个品牌 和知名度啊 这个价格的 酱香型白酒 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 钓鱼台坚持品质 坚持 原则 一直用心去做 用心去做这个 它自己的酱香型白酒 所以我觉得是 非常的不错的 因为它就 正所谓那句话说的好 任凭风望起 稳坐钓鱼台 它一直秉承着这个原则 秉承着自己的理念 所以我还是 比较推荐这一款酒 给大家的 那个 非常感谢 各位朋友 观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或者私信我 我都会一一和大家回复的 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视频 拜拜